编程 十八 作者 沈从文 祖父似乎生谁的气,脸上笑容减少了,对于翠翠方面也不大注意的。 翠翠想知道祖父已不很疼他,但又想不明白他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很久的事,日子一过去也就好了, 两人仍然划船过日子,一切依旧, 唯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 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祖父过河街去仍然可以得到船总顺顺的款待, 但很明显的是,那船总总不忘掉死去者死亡的原因。 而老出北河下沉舟走了六百里, 沿河找寻那个可怜哥哥的尸骸,毫无结果, 在各处睡棺上贴下招字,返回茶洞来了。 过不久,他又过川东去办货, 过渡时见到老船夫。 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 好像也完全忘掉了从前的事情, 就同他说话。 二老, 打六月日头独人, 你又上船东去, 不怕辛苦。 要饭吃, 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吃饭, 二老家还少饭吃。 有饭吃, 爹爹说年轻人也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做事。 你爹爹好吗? 吃的做的, 有什么不好? 你哥哥坏了, 我看你爹爹为这件事情, 也好像尾翠多了。 二老听到这句话, 不作声了, 眼睛望着老船夫呜吼那个白塔。 他似乎想起了过去那个晚上, 那件旧事, 心中十分惆怅。 老船夫怯怯的望了年轻人一眼, 一个微笑在脸上亮开。 二老啊, 我家翠翠说, 五月里有天晚上, 做了个梦。 说时, 他又望望二老, 见二老并不惊讶, 也不厌烦。 于是, 又接着说, 他梦得古怪, 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扶起来, 上悬檐摘了一把花草。 二老把头偏过一旁去, 做了一个苦笑, 心中想到, 老头子倒会做做。 这点意思在那个苦笑上, 仿佛同样泄露出来, 仍然被老船夫看到了。 老船夫就说, 二老, 你不信吗? 那年轻人说, 我怎么不相信, 因为我做傻子, 在那边沿上, 唱过一碗的歌。 老船夫被一句料想不到的老实话, 窘住了, 口中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真的, 这是假的。 怎么不是真的? 天保大佬的死, 难道不是真的? 可是, 可是, 老船夫的做作处, 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 但一起使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 方法上就有了错处, 因此, 反被二老误会了。 他这时, 正想把那夜的情形好好说出来, 船已到了岸边。 二老一跃上了岸, 就想走去。 老船夫在船上, 显得更加忙乱的样子说, 二老, 二老, 你等等, 我有话同你说, 你先前不是说到那个, 你做傻子的事情吗? 你并不傻, 别人才当真叫你那哥弄成傻像。 那年轻人虽站定了, 口中却轻轻地说, 得了够了, 不要说了。 老船夫说, 二老啊, 我听人说, 你不要碾子, 要渡船, 这是养马兵说的, 不是真的吗? 那年轻人说, 要渡船又怎样? 老船夫看看二老的神器, 心中忽然高兴起来了, 就情不自禁地高声叫着翠翠, 要她下西边来。 可是, 不知翠翠是故意不从屋里出来, 还是到别处去了, 许久还不见到翠翠的影子, 也不闻这个女孩子的声音。 二老等了一会儿, 看看老船夫那副神器, 一句话不说, 便微笑着, 大踏步同一个挑蛋粉条白糖货物的脚夫走去了。 过了碧溪居小山, 两人应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竹林走去, 那个脚夫这时解开了口。 诺颂二老, 看那弄渡船的神器, 很欢喜你。 二老不作声, 那人就又说道, 二老, 他为你要碾房还是要渡船? 你当真预备做他的孙女去, 接替他那只渡船吗? 二老笑了, 那人又说, 二老, 若这件事派给我, 我要那座碾房, 一座碾房的出席, 每天可收七生米, 三豆糠。 二老说, 我回来时向我爹爹去说, 为你向中战人做梅, 让你得到那座碾房吧。 至于我呢, 我想弄渡船是很好的, 只是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 不利索, 大佬是他弄死的。 老船夫见二老那么走去了, 翠翠还不出来, 心中很不快乐, 走回家去看看, 原来翠翠并不在家, 过一会儿, 翠翠提了个篮子, 从小山后回来了, 放置到大清早, 翠翠一出门, 绝竹编孙去了。 翠翠, 我喊了你好久, 你不听到。 喊我做什么? 一个过渡, 一个熟人, 我们谈起你, 我喊你, 你可不答应。 是谁? 你猜, 翠翠, 不是陌生人, 你认识他。 翠翠想起, 世间从竹林里, 无意中听来的话, 脸红了, 半天不说话。 老船夫问, 翠翠, 你得了多少鞭损? 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道, 除了十来根小小鞭损外, 只是一大把花草。 老船夫望了翠翠一眼, 翠翠两颊飞红, 跑了。